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各位法师各位句大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们把黑盘拉过来 这个我知道 还有 还有啊 不用没有 要拉过来 但要把它擦掉 那个不用 没关系 等一下我再来擦就好 先看这个 已经上过了 擦掉 擦掉不要 擦不起来啊 那个要喷那个 没关系 没关系 放下去好了 用这个应该就够了 这也不用用 把我放在桌上 我们现在真的是无上圣身为妙法 愿解如来真实义 那我们上一次讲到 《般若经》的出现 出其大圣的《般若经》 我们这样来看 他基本上是要回归佛陀的本怀 波勒经 他是要回归佛陀的本怀 这个大概在佛灭后五百年 那么佛法的解释 以及学习佛法的佛弟子的行为 的方式产生了变化 那么如果是现在 现在的佛法 那产生更大的变化 那在当时 有一些佛弟子 认为佛法已经 我们说的偏差了 就佛法的观念 以及修行 这种方法 那么可能有偏差 所以透过对于经义 这种厘清 那么要回归到佛陀的本怀 那么重点是 佛陀的本怀 那么所以有所谓的 身观广行的菩萨道 这个也是 波勒经或是大致多论 龙树菩萨特别强调的 深观广行的菩萨道里面 最重要的一般我们讲 我们在最早的几堂课里面就讲到 学佛的三药 还有人记得吗 学佛的三药 菩提心 大悲心 信空位 就是无佐德心 那么我们叫大圣的三药 或是学佛三药 大圣的三心 或是学佛三药 我们可以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会发现到 跟这个是连上起来的 波勒经 新经 它重点 波勒经基本上是 除了我们说 先把这个讲完好了 大圣三心 或是学佛三药 那么 波勒经里面 它说的是 一切自治相应作义 一切自治相应作义 八卑为上手 五手德为方便 这讲完后面就是什么 无自于义的后面就是什么 新经无自义无得后面就是什么 对就是在讲无所得 大卑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那么这个在波勒经里面是 不断反复的强调 那么无所得的内容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么新经只是讲这个而已 那么在波勒经里面讲的更多 就是寒舍应该是说 寒舍当时不派所论几道的法的概念 全部把它包管起来 波勒经里面最常说的就是从五运开始讲 那讲到一切种治 就是成佛的这些智慧 那新经简单讲只讲到生文的 无智亦无得 那么当然这个治 我们前面有说过 也是可以讲一切种治 然后成就佛果 那么就像金刚经讲的 那么佛成佛不会以为他已经得了阿妞多诺三不停 类似像这样 那么这个是所谓的三心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菩提心 这个是大悲心 那这个上次我们有说到了 这个是无所得心 我们叫做信空慧 其实就是无所得心 一般我们叫信空慧 或空信慧 有时候叫空信慧也可以 那么就是一切法空 知一切法空 一切法空的智慧 或是一切法无自信 一切法空 一切法无自信 信空就是自信空 一切法无自信 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最初的 诸法无我 其实他就是诸法无我 不管你用很多的名词 那么其实就是诸法无我 一切法就是诸法 那么很明显的 所谓的诸法无我 这个最重要的 我们知道三法印或四法印 诸行无常 诸法无我 涅槃其境 或是一时相印 这个是一相印 诸行无常 那四法印就是诸行无常 诸受是苦 诸法无我 那么基本上 大家都是在诸法无我 那么这个地方产生变化了 另外一个就是 那么很多的修行者只是求自己的解脱 那么导致于 这样会导致什么观念呢 导致于佛法没有广为红传 比如说我现在知道佛法 我透过二十年的研究 假设 比如说现在 比如说我现在将近三十年 那么我从还没出家 就在福厌读书 一直到现在 大概三十年 那三十年假设 我已经对佛法理解了 那我就这样修行 修行到我几多 那么就入涅槃了 那我所知道的这一切 就随着我入涅槃了 那么不知道的人还是不知道 假设我现在就像五百年前的这个 他已经知道了 我就觉得少事少夜 我就在圣山里面 就这样过日子过日子 那么高兴的话 我就马上入涅槃 那就是觉得还可以的话 就等到月报进入涅槃 但不管怎么样 我是不太有机会 也不太想 去为别人说法的 把我所知道的告诉别人 没有 那么这样假设十个修行人里面 有七八个都是这样 那麻烦了 为什么 其他不知道的人不知道 大家一样修行的佛法都是错误的 那这样经过一百年两百年 知道的越来越少 慢慢慢慢 佛法就越来越偏差 久了久了佛法就不是佛法了 那么这种情景其实就发生在 佛灭后大概五百年 大概你会发现到佛法 佛法已经开始产生质变 就是他的观念 他的行为 慢慢慢慢已经变得跟外道一样 甚至比外道还要加高 那么参查了很多外道的思想 外道的行为 外道的戒律 其实我们现在也一样 那如果知道的人 他就是依着他知道的修 修完了就走了 那这样就麻烦了 所以才会有所谓 不但要自立立他 就是说 才会有所谓的无声法忍 忍而不正 就是说你已经知道的 你不要那么快就断进凡打入涅槃 不要你要把你所知道的尽快告诉其他的人 让佛法可以一直流传下去 一直流传下去 这个其实也是阿含经里面的 自立立他 就是灯灯相续 你把你已经点燃的灯 再传给其他的人 那么这样的观念 其实本来就是佛说的 也是佛 成了佛之后一直在做的 但是这种观念 到后来慢慢慢慢 我们后来会有所谓的大圣小圣 那么开始就 开始就 就是大圣小圣的观念开 就是一开始就是从这样的一个差别来的 就是说 你不要只是 那么对于佛法有特殊的理解 然后你从佛法中得利益 然后你就带着你研究来的佛法 或是正道的佛法走 那这样 其实对于这个世间 对于其他的众生 你自己是得到利益 但是对其他的众生没有多大的利益 你顶多就是利益那些供养你的几个人而已 但是他的利益也不是很大 他就是得福报 也不一定能够得智慧 所以波罗经开始在弘扬这样的思想 那这样的思想 其实是合乎佛陀的思想的 所以我们说佛陀本还 那么这种 一切智 一切智者是佛 一切智者就是佛的智慧 那么其实就是要想要成佛 就叫菩提心 那么我们会发现到 所以我们说 我们说这个 这个波罗经 我们上一堂课要结束前讲到 波罗经 生光光行 应该是这样 所以说 可以 抉择无我的圣生意 其实就在诸法无我这边 其实就是以无所得 无我怎么个无 就是从前面 从无言开始讲 讲到所谓的 我空 从我空 讲到法空 后面的无知一无得 那么这些就是法的部分 然后当然我 也有 我空法空都有的 比如说我 射受想形式 和和的这个我没有 射受想形式 依依法 也是无自信的 基本上都是我空法空 觉者无我的圣生意 那么这个无我 觉者无我的圣生意 那基本上 后面一个总说 无什么无什么无什么 那么最后就是 无受想形式 远着平的圣生意 还是无自有得 就是无所得 总说无所得 其实就是 无所得其实就是 一切法空的概念 一切法无自信 其实就是我们这里说的 诸法无我 一切法无自信 一切法空 诸法 空就是无我 那么觉者无我的圣生意 刚才我们念 无上圣生为妙法 觉者无我圣生意 那么显发菩萨广大行 显发 禅发显扬 那么一样 显发菩萨的广大行 就是我们刚才上次有讲 广大行 那么就形成所谓 深光广行的菩萨道 那么这个就是 所谓的菩萨道 深光广行的菩萨道 那么开始称为大秤 其实是这样 那大秤其实是 所谓的他的那种 理解更深 那么就是修行 就是不单单是自己 就是我们常常说的 为佛法为众生 不能圣教酸 你看陈佛之道里面讲 不能圣教酸 不能众生苦 发起这个大悲心 所以从大悲 那这个是波尔经 波尔经里面的核心的宗旨 那这个部分 我们说除了强调 但是他很多部分都在 像我们讲的这个心经 最重要 最重要在讲 无我的生生力 那当然里面还有讲 谈理解菩萨怎么样发心 怎么样修行 然后讲 菩萨怎么样利益众生 这个当然也有 那么心经里面最重要在讲这个 觉着无我的生生力 那 这部分 我们要了解波尔经 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说 如果在佛陀时代 当然没有这种问题 佛灭后 佛法产生变化了 所以开始有这一列 所谓的 我空法不空 这样的观念 然后修行 那么只强调自立 只强调自己的解脱 这一部分 那么从这两个偏差 偏差的观念 偏差的行为 那么一般我们说 如果众生凡夫的话 偏差的观念 偏差的行为 会导致痛苦的结果 就是三二道 那么如果修行人 偏差的观念 偏差的行为 那么自己 偏差的观念 不能得解脱 偏差的行为 佛法众生不能得利益 就是偏差的观念 自己不能得利益 那你只是为自己 解脱和努力 那么佛教 就是其他的众生 就是佛教 跟其他的众生 佛教没有显明 其他的众生 也不能得利益 那么就是在自立利益 他这一部分 就是没有办法像佛这样 那么大制度论 是在解释摩托波罗波罗密经的 这个心经其实 严格来说 就是说我们整个心经 除了后面的咒语之外 基本上都可以在 摩托波罗波罗密经找到 那我有印这个一份资料给大家看 那这个我们 就是 之后先把波罗经 为什么出现在这个世间 大概先讲一下 那么从大制度论 因为大制度论是在解释 波罗波罗波罗密经的 那么摩托波罗密经基本上就是一般我们说的 就是两万五千宗 应该是这个 那这个心经除了后面的咒语 基本上都可以找到 那前面的观之在菩萨没有印 那么其实如果真要找也是可以 但是就是它是一个总说了 那这个我们等一下有空再讲 先讲一下波罗经 因为我们前面已经讲到 从色不一空空不一色到五次以物的 那么这些都是在讲 我空跟法空的概念 那么这种观念 我们说在佛陀时代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佛灭后 那么无我产生的变化 那么这个从大制度论里面 你会发现到大制度论里面常常在呵斥 这个布派 我们现在要把它分开 布派跟声文跟阿罗汉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说声文 以前我们会把它等同但不一样 声文跟阿罗汉是不一样的概念 那么声文基本上就是修解脱道的 那么最早的声文其实就是佛地址都叫做声文 就是听文佛的音声嘛 以前没有字嘛就只是听佛说法 其实所有的佛地址都叫做声文地址 不管在家出家 其实都是声文地址 但是以出家中为主 后来的所谓的声文基本上就是以这个 因为佛时代是以强调解脱 求解脱为主的 所以后来就变成以得解脱的为声文法 是这样的概念 声文法的究竟真正得解脱的叫做阿罗汉 可以解脱但还没解脱的 就是虚托案、斯托案、阿罗汉 其实是这样 出国、二国、三国、四国 并不是说声文就等同阿罗汉 不是 有时候有用这一些来称呼当时的布派 但是我们不要把它等同阿罗汉 阿罗汉绝对不会我空法不空 但是声文会 就是声文这些当时的声文地址 或是学人 或是布派佛教的这一些声文 特别是布派佛教的 那么这些声文 那么他有一个所谓的我空法不空的概念 特别是说一切有布 因为说一切有布当时最大的 所以我空法不空 也因此这样 我们说过嘛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所谓的诸法无我 就是这个无我的观念 还有一个就是 那么大家比较 看起来比较自私的行为 就是就是为了求解脱 然后解脱了 然后就真正让他得解脱了 他也不会想说 还有很多人还没解脱 变成这样 也不会解脱了之后 到处去利益众生 把他解脱的 把以前人错的 努力的把他 就是把这些人错的 观念错的行为让他纠正 也没有 那么这一部分就会后来形成佛教 就越来越衰败 并不是因为这一些阿罗汉 而是佛法没有理清 那么世间人就随顺他 因为久了就参啊参 越参越厉害嘛 参到最后 佛法就不像佛法 修行已经不是修行了 就变成这样 所以开始 波罗经就做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理清 这个从大制度里面都可以发现 我们特地去找 其实非常多 但是我们就找一下 了解一下 主要在 升光广行的菩萨道 觉者无我的圣神力 显华菩萨的广大行 心经主要在 觉者无我的圣神力这一边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大制度论里面说的 好 就是 我们先把这个 波罗经的时空背景 说一下 因为后面就是 以无所得故 以无所得 无知于得 再来就是以无所得故 普提撒多 依波罗波罗密多顾 就是依这个波罗经 依这样的观念 信吾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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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恐怖 那么也是要了解 正确 你才可能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那么你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在让你 如果你是发菩提心的 你会把这一种真实的佛法 然后再告诉很多的人 其实是这样 这个是当时 波罗经的一个发现 你会看到 整个波罗经都是这样的 都是两个原则而已 觉者无我的圣神力 那么显化菩萨的广大小 那心经是核心 就是经要 主要要先有波罗道 后面才有方便道 就是你要先理解真实的佛法 那么你热心的去把这一些 以大悲心去把这一些佛法告诉大家 这样才正确 那么你知道的佛法是错误的 你非常的热心 把你这个错误的佛法去告诉大家 糟糕啦 大家都信你 你信你的人越多就越麻烦 就变成这样 好 所以我们看 我们先来看一下 大智人里面说的一些东西 然后后来我们再来说 总说这个无所得 那以无所得故 后面就这一些 好 完了之后 我们再稍微来对照这整个经 再来讲后面的咒语 大概就是这样可能会比较清楚 这整部新经到底在说些什么 那么智论卷六 现在我们来就是要来说明这个 就是觉者无我的圣神力 那么这一块 在《摩沃波罗的波罗密经》 然后在这个大智人里面 经常尤其是龙书菩萨 你大概可以找到很多地方 都是在说这个问题的 就是说现在这个佛法变成是这样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怎么样 那这些阿彼坛 他当然是阿彼坛人 或是说加瞻研尼 就是讲论义的这一些 就是后来的所谓的这些 这些小僧或是僧文 弟子 那么他的一些观念 其实不是佛法的真实义 就好像我常常强调 你念的咒 你就可以消灾 可以得福 可以驱轨 可以怎么样 这个是不是佛法 念这个咒 功夫威德有多大 念念咒 可以灭无逆时恶 这个其实不是佛所的原意 也不是佛法本来的说法 其实不是的 可是后来大家都这样传 大家都这样传 传最多的当然就是大悲咒 念的就可以驱轨 所以以至于我们什么佛法都要大悲咒 驱轨要大悲咒 撒劲要大悲咒 开光要大悲咒 人往生要大悲咒 全部都用大悲咒 大悲咒 大悲咒 重点 他的威德力并不是在他的咒力 观音菩萨的威德力不是 真正大悲咒的威德力在大悲心 你启发这个大悲心 但是多数的人念大悲咒 是没有大悲心的 你要驱轨 你说我有大悲心 我要帮助这个人啊 你对这个人有大悲心 你对那个鬼没有大悲心 大悲的意思就是 没有简直的想要利益一切的 你帮助你的亲人 或是帮助受苦的人 你要把那个鬼打散 打掉 对你想帮助的人来讲 你是慈悲的 但你要伤害的鬼来讲 你是承认的 你是不慈悲的 那所谓的大悲心就是什么 一切众生 若暖生 若胎生 若失生 一切众生 你都要让他得利益 那所以你有大悲心吗 没有 你没有大悲心 那么这个观念其实很多人没有 大悲咒是要启发大悲 大悲心的 可是大悲咒却让你产生了称恨心 产生了分别心 那类似像这样 那所以这样的观念不是佛法的 那知道的人如果没有出来厘清 那么大家就 念大悲咒会有灵感 会有感应 那你会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就后来越讲越神 大悲咒就被形容 大悲咒本身这个发音 那么有力量 这个观念菩萨的加持越讲就越离谱了 那佛法也是这样 那知道的人不出来厘清 那么不知道的人一直延续下去 久了久了 就变成他就是佛法很重要的一部分 不能没有他 那后来就变成佛法的修行方法就变成祈求 祈求 祈求观音菩萨嘛 专心 回到什么 回到外道的修法 外道的修法就是这样啊 我相信 我专心 我祈求 那么我感应 我得到功德 就这样的一个观念啊 可是佛法的修行不是这样 我理解 我相信 我理解 信解行政嘛 我相信 我理解 透过理解 我修行 透过修行 我得到修行的作用 我得到功德 这是不一样的东西哦 就是 透过相信 我去理解 信解行政 佛法的修行次第 信解行政 或叫做文师 信之后 从佛弟子 从外道成为佛弟子 这中间有所谓的信解行政 已经是佛弟子的 就不是信解行政 当然也有 但最重要的是文师修正 那有时候叫做教理行果 就是对这个教 对这个教法文师修 我们稍微来理解一下 就等一下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讲这个 般若经 是在抉择无我而圣生地 那这个在大自论里面 龙苏菩萨里面 不断强调这个 不过我现在 为什么要这么说 我们现在先讲一下 就是说 世间的人 为什么要显发菩萨国道 要觉着无我而圣生地 世间的人 因为习惯性 或是他的烦恼性 那么久了久了久了 佛法就越来越不明 所以叫做愚痴无闻凡夫 不听闻 那听闻了不思维 思维了不修行 修行了不坚持 没有到究竟 那么 只是相信 只是虔诚 只是虔诚 只是祈祷 你就要获得所谓佛法的真实功德 没有的 那么这个 这个我们后面讲到咒语的时候 我会再来讲 因为波罗经也有咒 波罗的咒 其实那个不是咒 被误会了 就戒堤戒堤 波罗戒堤 其实他并不是说 你要念嘎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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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 不是这个意思 就大悲咒也一样 大悲咒不是泛音版的 藏音版的 然后这个唐音版的 有很多版本 八十四句的 几句的 那么这些观念甚至 每一个咒语 后来又有人把大悲咒 每一个咒语 变成一个菩萨 就有所谓的 八十四尊菩萨 那么这个都是 基于错误的观念来的 那么你就会变成 我念一句咒语 这个代表一个菩萨 加持 就变成这样 然后他就是威得力很大 所以努力去观想那个菩萨 然后再配合 等一下又有一个手印 这个菩萨是什么 就打一个手印 威得力又增上 越修越颠倒 这个就是颠倒了 很多人这样 很多人这样 以前我也不知道 以前我也以为是这样 所以现在我知道不是这样 就要努力地告诉大家 其实真正的佛法是什么 波勒尔经在那个时代也是这样 也是这样 佛法不是这样子的 可是现在大家都这样 所以你要努力来澄清 努力来弘揚 基于你对佛法甚深的理解 当时的菩萨道就是这样 所以叫做 要有大悲心你才会推动这些事 是不是 那还要什么 还要有无所得 就是你要有信空位 你要有真正佛法的智慧 那么这样努力修努力修 你最后可以得无上菩提 就一切自制相应 其实是这样子 那这个就是大圣的三宣 那么一切自制就是成佛这件事 成佛这件事 佛就是无上正觉 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菩提 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 无上正觉 成佛这件事 主要是升官的智慧跟广行的慈悲 就是智慧跟慈悲 那么智慧一定是 智慧一定是无肉慧 就是无我的无肉慧 就是无我 那么慈悲 就是我们做的大悲 无简哲 那么基本上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信空位 特别强调信空 是因为 是因为当时的布派 强调的是一切法有自信 一切法有 所以才要强调一切法无自信空 那么慈悲就是我们说的大悲 大悲心 那么你有了大悲心 你有了大悲心 你才会把你智慧所学习的 不断去利益众生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不断不断增上 从初地二地三地就一起上去 然后以至已成无上菩提 那么你之所以 你之所以学习这个信空位 拥有这个大悲心 都是你一开始就认定你要成就无上菩提 其实是这样的 所以就变成 菩萨的三心 叫做 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一切自治相应作义 大悲为上手 无所得为方便 那重点 这个就是以无所得为方便 其实是这样的 那这两个圆满 就是两足尊 就是两足尊 慈悲跟智慧圆满 其实是这样 那这个我们要明白 那现在因为佛法 其实比般若经那个时代更混淆 那很多人其实不了解 真正的佛法 真正的佛法是在说什么 就我们刚才讲 就修行的次第 信解行政 或叫做文师修正 一般的 这个正都是得真实利益 得到佛法的真实利益 就是我们说的 有殊胜的功德 得到功德 得到殊胜的功德 佛法真实利益 那么信解行政 文师修正 或有些叫做教理行果 有很多种 那一般 那阿安经里面也有说到 所谓的士欲流之 清清善事 听文正法 如理思维 法水法水 那我们稍微 稍微讲一下这个 因为大部分的人 佛教徒 在家出家 很多都一样 不了解佛法到底在说些什么 我常常讲 一部经一定分有三个部分 还记得吗 每一部经 不管是什么经 大圣小圣的都一样 那么特别是大圣经 特别是大圣经 比如说有些 你看阿安经 那一部经就讲无我 就这样几个字而已 那么他圣经他基本上 但是他都有这样的 就是修行的什么 修行的理论跟他的宗旨 修行的理论以及宗旨 就是你为什么要这样修 然后修行的什么 次第跟他的方法 应该说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然后是什么 最后才是有修行的功德 就是修行的殊胜 你这样修行的殊胜 常常你看每一部经到最后都会跟你讲 你读这一本经 这一本经有多殊胜多殊胜 你得一本经也可以得到什么功德 什么功德 这个都放在后面 为什么 因为这个是从你实践来的 修行的 修行的 修行的理论与宗旨 或是修行的宗旨跟修行的理论 为什么要这样修 要达到什么目标 修行的方法跟修行的次第 修行的殊胜 以及修行的功德 一定都有这些东西 修行的殊胜跟修行的功德 它基本上是从你理解修行的方法 依着修行的次第修行而得到的 你要知道修行的方法 因为你明白修行的理论修行的宗旨 它一定是这个样子 大部分我们没有 比如说就简单我们刚才讲的 念大悲咒好了 通常念大悲咒的人 都是只知道大悲咒很感应 观音菩萨千处其求千处英 所以你只要有什么事 你念大悲咒就会有感应 能够处你的痛苦 能够让你得财富 求男得男求女得女 去鬼去病 反正一大堆 真的是这样吗 为什么 为什么可以这样子 那么真的有这样子吗 你说有啊有啊 有一个人念大悲咒 然后念大悲咒 水喝下去 那个本来意不好 我都意好了 反正就讲很多类似这种感应的东西 也不是不感应 我告诉你 所有的宗教都有感应 所有的宗教都有感应 甚至孔子一生奉行周公的理论 时时做梦都梦见周公 这个都有感应啊 孔子都会梦见周公 你不会梦见菩萨吗 会啊 那么这些啊 大家要知道 佛法重点的不是感应 是什么 相应 大家要记得 相应 不是跟佛菩萨感应 是跟什么相应 跟佛法相应 跟佛法相应 就是你离 那怎么样能相应呢 其实波勒坚 就是在讲 怎么样跟佛法相应 所以前面不是一个习相应品吗 就是前面这些句子就是 你要怎么样才能够跟佛所正法 佛所说的法相应 讲这一些 那么这个观念 现在我们念佛也一样啊 念佛 其实 一切自自相应周欲就是念佛 念佛啊 你要知道 念佛什么是佛 我要为什么成佛 他以什么方法成佛 他成了佛之后 那个你要知道啊 所以 《无量寿经》要跟你讲 《法传比丘》 是怎么发心的 怎么修行的 怎么成佛的 他成了佛之后 他做些什么 他做些什么 他创造一个寝土 这个就是菩萨道在讲的 这个也是般若经在讲的 因为我们现在是讲新经 可是新经 是从《摩后波罗伯伦经》出来的 《摩后波罗伯伦经》 其实就是最早期菩萨道里面 你看完全不一样 在《摩后经》里面 比如说 他是不一样的 《摩后经》里面 是释迦菩萨在这个世界说法 十方国土的净土 十方净土 十方有佛国土的净土 都有菩萨来到这个释迦佛的国土 听释迦佛讲《摩后经》 就是从十方国土来 从他们的净土来 来到这个国土 那么听释迦佛 供养释迦佛 那么听释迦佛讲说法 其实这个说法就是说《摩后经》 后来慢慢就变成 众生开始他那种信心阻弱 变成 因为没有佛了 就变成我们期待到他方国土 听其他的佛说法讲经 变成这样 那不是喔 波兰已经是十方诸佛国土的菩萨 会来到这个世界 听闻释迦佛说波兰 就是说圣生的法 其实是这样 这已经是不一样了 那真正的念佛 真正的念佛 第一个要知道什么是佛 他为什么成佛 他成了佛之后做些什么 这些你知道的你就知道 那我为什么要学佛 你要先知道佛是什么 你才知道我为什么要学佛 就好像你要做医生 那你要先了解 那什么是医生 那为什么要做医生 那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才能做医生 那你才会开始想办法去做医生 那一样的道理啊 一样的道理 所以释迦佛告诉我们 念佛要念什么 你看喔 一样的道理喔 这个讲这个修行次第 等一下讲好了 我们先来把这个东西稍微再说一下 你看喔 念佛念什么 这个我常常有说的时候会讲到 因为我们现在就要念佛 我们念阿弥陀佛也一样喔 我们现在都念阿弥陀佛 对不对 好 你念阿弥陀佛 你就一定要读什么 《无量寿经》 你要会读喔 你不会读也不行喔 因为《无量寿经》这本经记载 记载阿弥陀佛 他是怎么成佛的 他为什么会成佛 就好像一样嘛 我常常说 我们修行 我们是佛教徒 我们修行 我们为什么要修行 要修什么行 要修到什么程度才行 这个要知道啊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修行 那要怎么修行 要修到什么程度 才是圆满 才是旧见 这个一个观念错你都错喔 你不知道为什么要修行 你也不知道要怎么修行 大家都这样说 大家都这样做 以前人都这样说 以前人都这样做 我就照做就是了 反正不会错 不一定 有可能错 就是一忙引众忙嘛 跟着前面的人走 就不会错 不一定 要先认清楚 到底是什么 那修行修来做什么 这个你都要吃到啊 你看哦 所以说 你一定要读五量寿经 五量寿经就讲 为什么会有阿弥陀佛 包括普门品都会讲 为什么会有观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怎么修行的 那你都不管 你只管 你只管阿弥陀佛有功德 发四十八月 特别讲十八月 这个是受到日本真宗的影响 净土真宗的影响 四十八月里面只取十八月 阿弥陀佛的音地不广 只管阿弥陀佛的国地 就变成阿弥陀佛修行的功德 你念他 他就把功德给你 有可能这样吗 不可能 如果可能的话 你念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 也不会把他的功德给你 那不可能是这样子 但是你以为是这样子 那你就举很多 很多念佛往生的人 你就喜欢看那种念佛感应路 你都不会去看阿弥陀经 无量寿经怎么跟你说 就算观无量寿经 他的音地不一样 他是以韦提希为主的 他也跟你讲十六观里面 你要观佛 怎么观 观到见佛的时候 你要见到什么 见佛生者即见佛心 佛心者大慈悲是 他也给你回归到 回归到这个三星来 一样 但是你没有好好去理解 他这样说 说些什么 你什么都不知道 你就听那些感应的故事 听到信心爆棚 然后就好好念佛 就要往生了 这样是错误的 这跟苦行外道一样 修苦行忍耐 但是很欢喜 为什么 我身边受苦 我以后永远不受苦 就可以解脱 谈受辛苦 徒劳无功 往受痛苦而已 没有意义 你为了那么多时间 为了那么多力气 结果 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一开始你就错 那比如说 比如说 幾个力量 念佛 比如说你看 这释迦佛说的 念佛 深处 念佛生死 念佛 你意念什么 念佛生死 念佛成道死 我们专心的念 它只是一种方法 让你色心而已 念佛 转法人死 那你一定要想到 阿弥陀佛的殊胜在哪里 阿弥陀佛 为什么成佛 以什么得成佛 那一样哦 念佛 转法人死 念佛 念磐死 你看 念佛生死 功德如是 功德如是 有如是的功德 就是佛到底 佛跟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佛跟凡夫 佛是抉折吗 觉悟的人跟没觉悟的人 有什么差别 阿弥陀佛常常说 愚赐文文凡夫 多文圣弟子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里面最常用的两个 就是世间的人只有两类 愚赐无文的 等一下我们来看 这个就是修行从文师修 那你只有信 其他都没有 愚赐无文凡夫 那一个就是 可以这样讲 智慧多文圣弟子 他没有讲智慧 他只是讲多文圣弟子 这个就是国 他现在之所以这样 因为他愚赐 愚赐因为他无文 那么多文圣弟子 圣 圣弟子 他之所以是圣弟子 来自于他多文 那多文就是有智慧 基本上是这样 那你看 念佛生死 佛是觉者 觉悟的人 觉者 那么觉悟的人 觉悟什么 觉悟真理 那佛生死 功德如是 我们为什么要学佛 我们为什么要皈依佛 不皈依天吗 不皈依神吗 不皈依上帝吗 为什么要皈依佛 佛有什么值得我们皈依的 我们要跟佛学些什么 念佛成道死 那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佛出现在这个世间 带给世间人什么影响 那我们皈依佛 佛又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 改变了我们什么 改变了这个世间什么 那念佛成道死 神力如是 神力不是他的神动力 他是以什么来成佛的 神力如是 佛是怎么成佛的 那你不是要学佛吗 你要学佛就是要学佛成佛 要成为一个觉悟的人 要脱离这个老病死 成为一个觉悟的人 他是怎么觉悟的 那你如果要觉悟 你也必须依他这样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 他是怎么觉悟的 他依什么样的功德觉悟 他修什么来觉悟 他是怎么修行的 他是怎么修行的 为什么要修行 他是怎么修行的 修些什么 修行的理论于宗旨 什么是佛 为什么要称佛 那么要依什么方法才可以成佛 要怎么修行可以成佛 一样呢 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那你也知道 那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怎么修行的 念佛 学佛 成佛 归一佛 不是依靠佛 归一佛 就是向佛学习 跟大家讲过吗 归一佛 向佛学习 从此过觉悟的生活 归一法 依法修行 依佛所说的法修行 从此过正当的生活 归一生 与生何何 从此过清静的生活 一样嘛 这种 这种是归一的真意 好 你看喔 念佛 成道时 神力如是 佛是怎么修行成佛的 你不知道佛是怎么修行成佛的 你觉得念佛就可以成佛 没有 念是意念阿 其实念知在知 要这样 要这样 应该要这样 必须要这样 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所以要先清楚 成了佛做什么 成佛 为什么要成佛 这个就是管理到大悲心了 成佛做什么 成佛做什么 要度众生啊 这个就是菩提心 菩提心 你为什么要成佛 因为成佛才能够 没有限制的 更广大的利益众生 等觉菩萨度不了等觉菩萨 十地菩萨度不了等觉菩萨 初地菩萨不能度二地三地 你跟我进去一样 我不懂的你也不懂啊 我突破不了你也突破不了 所以你教不了我 我的烦恼就是你的烦恼 你自己有这种病治不好 我跟你有一样的病 你一样治不好我的病 为什么 我的病跟你是一样的嘛 但是我有这种病我治好了 我就可以告诉你 你这种病要怎么治疗 我有这种成就 我已经成就了 我就可以告诉你 你要成就 你必须要怎么做 就是这样 那么 成了佛才能更广大的利益众生 那你必须在还没成佛的时候 你就定下这个目标 你就必须定下这个目标 你就必须定下这个目标 那就好像这个大学里面讲 知他们的修行策地是 他是这样 博学 审问 圣思 明辩 独行 其实也是差不多 然后大学里面说到的 知子而后有定 知子 其实就是先确立目标 知道要做到什么程度 你为什么要修行 要修到什么程度 要修到成佛这个程度 所以他一开始就跟你讲 大学里面说到在明明德 在清一明 在子于至善 要做到什么程度 知子而后有定 定而后能安 安和能静 静而后能律 律和能德 他是这个次第 那我们的次第 他基本上起码 你一定要先 确立这个宗旨 我发菩提心 我要成佛 成佛做什么 成佛要修些什么才能成佛 成了佛之后做什么 要度众生嘛 所以你看 大圣法 大圣就是这样嘛 努力去努力去觉悟 觉悟了之后 努力去利益众生 在还没觉悟之前 就有大悲心 不断的利益众生 随分随力的利益众生 但是以觉悟为 就是得悟生法 你已经有波罗智慧 已经是圣地者 你以这个为主 所以有波罗大公方便道 这个就是波罗经的一个宗旨 波罗经的宗旨就是什么 就是所谓二大五菩提 金刚经也是这个意思 基本上就是波罗道 然后之后方便道 那你有智慧之后 你就不断去利益众生 那到了成佛的时候 广大的利益众生 没有限制的利益众生 合乎你的本愿 我们喜欢讲本愿 念佛也是啊 阿弥陀佛的本愿 一样 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做 阿弥陀佛也是这样做 法善比丘嘛 他也是这样做 还没成佛之后 无量解 不断的利益众生 成了佛之后 庄严国土 那么创造一个净土 更大的利益众生 那我们要学的是 法善比丘阿弥陀佛 那现在的人没有啊 现在没有念佛 你在念阿弥陀佛 你有没有知道 什么叫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为什么成佛 阿弥陀佛现在做些什么事 你都不知道 你念的是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的前身是法善比丘 阿弥陀佛是什么意思 阿弥陀佛怎么修行 阿弥陀佛成佛之后做些什么 念佛 念佛生死 念佛成道死 念佛转法轮死 度人如是 这个是神力如是 就是 他都怎么修 他成就了什么 他得到什么 他用比如说 他要正见正思为正与正业 这是他有些 他以什么来成就 他的这个 这个这个成道 他要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赤地可以成道 你要知道 你皈依做什么 为什么要皈依 你为什么要学佛 大家都学佛的 为什么要学佛 学佛 学来做什么 不学佛跟学佛有什么差别 不学佛跟学佛有什么差别 不学佛 佛菩萨不保佑 学佛佛菩萨保佑 是这样吗 你就好像交朋友一样 你跟观音菩萨交朋友 有事交观音菩萨 他就来帮你 你平常不供养他 不买苹果供养他 不烧香给他 你有事的时候 他不来帮你 是这样吗 很多人是这样观念 很多人是这样观念 那你学来做什么 你为什么要学佛 这是第一个 他有他的宗旨 我们讲 有他的宗旨 他有理论 那你学来做什么 第二个是你学些什么 如果学佛要学些什么 这个很多人不知道 到底要学些什么 有啊 就念清 现在要背大背重了 我记得 我们出家的时候 叫做舞堂功课 很多都是要先学泛拜 然后要怎么唱 好像不学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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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是学佛 这个也不就是学佛 也不是 真正的学佛是要知道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四种政卷开始 四种政卷记得吗 四种 有善有恶 有业有报 过去有未来 对 你要转凡入圣 超凡入圣 超凡入圣的前面就是 你必须 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你要诸恶莫作众善奉行 你要先知道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对不对 这个善 善你以为恶 恶你以为善 造了很多恶悦 还以为造了很多善悦 举个例来讲 你要拜神 供养神 你杀很多杀猪杀牛去供养神 你以为你造善悦 神会保佑你 是不是 以前我们也这样 结果呢 神保佑不了你 你自己造了很多善悦 以恶为善 那么你分不清楚什么是善 什么时候 这个第一点 后面你就都错了 就算你很努力 你很相信 还是错 没办法嘛 你第一点 你没有先分清楚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你怎么样诸恶莫作众善中行 我告诉你 更不要讲 更不要讲后面的致敬其理 更不要说了 所以你要先分清楚 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之后你才能够修善去恶 这是第一点 先离善二道 这个也是无量寿经 阿弥陀经里面 五量寿经里面说的 要先离善二道 四十八愿第一个离善二道 阿弥陀佛发的四十八愿 就是你要发的四十八愿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第一愿 我的国土中没有善二道 离开我的国土 不会堕三二道 那你说这个是阿弥陀佛发的 只要我去他的国土就没有善二道 不是 当然也是 他也是这个意思 但最主要的是你要学佛 那就是什么 你现在的国土在哪里 在这里 苏博世界 我的国土里面没有善二道 并不是实际上有三二道 但是你不会堕三二道 你现在在这个国土里面 你不会堕三二道 那么我离开这个世界 我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不会造三二道的愿 这个是第一愿 你要跟阿弥陀佛学的第一愿 我在这个世界中 不会堕三二道 那你要先知道 三二道的页是什么 是不是 什么样的页会堕三二道 你要先知道啊 你不去做了 你才不会堕三二道 那你跟阿弥陀佛学的 你跟阿弥陀佛学的 就是这个第一愿 你的第一愿是什么 其实佛地址基本上都是先不堕三二道 以得人生修行的 就是先不堕三二道 我现在没有造三二道的愿 那么就算我离开这个世界 我也不会造 以后也不会再造三二道的愿 为什么 为什么 正见正上啊 是不是 正见正上者终不堕二道 所以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先了解什么是三二道的愿 那么我不去造这个 那我努力增长正见 那么我确定这些理论 即使我离开这个世界 我也不会堕三二道 以后也不会堕三二道 四十八愿里面的第一愿 第二愿 第三愿 第四愿 第五愿 第六愿 就是得六神通的嘛 金色生嘛 然后怎样怎样的 那个是什么 那个也是修行来的 三十二项都是从修行来的 那你要怎么样庄严这个身 得金色生 你看那个药师佛 十二大愿 他是怎么样得那个药师流离光 金色生的 那个生的 就是怎么样 心柔软 心光明 那么努力去帮助那一些受苦的人 基本上你念佛 念佛的后面一定是学佛 那么知道佛 为什么要这样做 佛都是怎么做 佛做了这一些之后 他拥有些什么 你看哦 所以念佛转法人时度人如是 念佛涅槃时以法如是 好 那么就算佛不在了 佛最重要的是告诉我们修行的方法 就算佛不在了 修行的方法还在 舍利佛不在了 舍利佛依着界定会解脱解脱之间的 这样的观念还在 你依着舍利佛界定会解脱解脱之间的修行方式 你一样可以跟舍利佛一样 那么一样我们修行 最重要的不是见到佛 最重要的就是 因为见佛最重要的是文法 最重要的是文法 那么我们回过来看 念佛回过来看我们的修行次第 信解行政 你从一个不了解佛法的人 到了解佛法要经过信的阶段 但是已经了解佛法 已经成为佛弟子 他就是文思修正 他说是正 那这个教就是教法 那你要了解这个理 你必须经过文思修 这个必须经过文思修 那这个就是解 解文思修 从文思修入三摩地 念佛讲的一样道理 三摩地是与会相应的定 那么其实就是解脱的关键 最重要的就是 你了解了之后 要怎么样 要行 要行 这个修就是修行 那么你要修行 你要行 行之后你才能证果 奴家的事 博学审问 圣思明辨 要先明白 为什么要这样做 做这些做什么 那有些什么差别 仔细分清楚 比如说无我 我们讲要觉者无我而胜生意吗 佛说无我 那什么是无我 那你要理解啊 而且要做到圆满 有福行 行之福能福错 没有做到 就是有福学 学之福能福错 我不懂我就要学 学我就要把它学到会 没有学到会 我不中止 我绝不停止 要有一个目标 要先确立一个很明确的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成佛 以成佛为目标 就叫做一切自治相应做益 那么以成佛为目标 去必须要 我们讲 那佛是什么 我们理解了嘛 什么是佛 所以我们想成为佛 成为佛必须要具备 那两种主要的功德 智慧跟慈悲 智慧怎么来 从无所得 对 智慧从文思修来 那文思修不离开 如果依新经来讲 不离开 一切法空 一切法无自信 这个观念来就是 那什么叫做一切法 什么叫做无自信 就是前面讲的 色不亦空不亦色 乃至亦无自义无德 就是讲这个 就是我们要说 那无我到底是什么 真的无我之后 你才能去很精确的 很清楚的 很确定的 无所畏惧的 告诉别人 这样修才是对的 这样修才是对的 那么这个是 就是 波瑞尔经那个时代的那些菩萨 努力在做的一件事 那么我们现在也应该要做这些事 但是先清楚 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前面一定有修行的理论跟宗旨 前面一定有修行的理论跟宗旨 那最重要的是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闻思修 要多闻 而且闻了之后 要理解 你一定要思维 我们讲过思维 三种思维 努力思维 专精思维 塑塑思维 那么由这样思维清楚之后 决定 是这样 你努力去实践 你努力去实践 做到圆满 你就成就 做一分就一分成就 做两分 经过思维确定了之后 一分就一分成就 两分就两分成就 三分就三分成就 就好像你已经确定目标是那里 你要去那里做什么 你都知道了 你为什么要去那里 那你要怎么去 这条路线确定了 你走一步 你未来就少一步 你接近目标就多一步 其实就是这样 你接近臣佛的距离 就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你的功德就越来越殊胜 越来越殊胜 就好像你爬山 到山点 越往上你就越清凉 越往上就越清凉 那你走一步 烦恼就少一些 烦恼就少一些 那么更加确认 越来越确认 因为本来是模糊 慢慢慢慢变得清晰 你很清楚看到 你的目标是什么 你也很清楚知道 你接近目标了 那我们现在念佛 都不知道佛是什么 那佛到底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很多人是这样子的 佛到底在哪里 我们也不知道 佛到底有没有 在这边看着我念佛 有没有保佑着我 有没有 我念王佛 他有没有跟着我回家 很多人不了解 不了解他为什么要念佛 为什么要学佛 不理解 那这个其实 包括你念阿弥陀佛 其实是一样的 不管你念什么佛 其实都一样 因为佛佛道统 佛佛道统 每一尊佛要成佛 所具备的条件是一样的 所要明白的道理也是一样的 所拥有的功德也是一样的 只是为了适应众生 会告诉你 这个比较是正 那个比较是正 每一部经也一样 所以后面有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方法 有次第 你要造次第 比如说信解行正 你只信 然后就要正 没有解跟行 不造次第 文师修正 你文了之后 你就要正 教之后就要得果 你就天天诵经 天天诵经 诵完了之后 这个就叫文而已 文而已 然后你就要得到功德 经里面所有的功德就是大悲咒 你大悲咒就是文而已 你念大悲咒也一样 念念就有得到大悲咒的功德 没有 就是什么 你没有造次第 方法可能正确 可能不正确 方法正确 没有造次第 也一样到不了 一样到不了 所以你要修行的方法跟次第 然后之后 之后你才得到修行的殊胜 跟修行的功德 这个没有 这个没有 不能有这个 不可能有这个 那么我们要知道 那现在我们的修行方法 当然很多种 那么最主要常见的就是 诵经 念佛 拜 餐 吃 树 朝 山 大概这几个 念咒 通常是这样 我们通常都是这样 大概佛教徒不离开这几个方法 念佛 念佛是最常见的 然后诵经 念佛跟诵经 这个是最常见的 然后再来就是拜餐 朝三 然后念咒 大概这几个算是比较常见的方法 但是 但是你要知道 不管你是念佛 诵经 拜餐 就拜餐也好 拜餐你要知道 餐为什么要拜餐 为什么要拜餐 你在餐悔些什么 那怎么样 怎么样餐 那忏悔的理论是什么 你都不知道 那很多人就是 比如说我生病了 非常常见 我看很多出家也是这样 我生病了 生病了我没有力量去拜餐 可是生病了就要拜什么 拜药师餐 药师佛专治病吗 这是一般人的说法 当然这个不是正确的观念 这个是错误的观念 药师餐 可以消除病 药师佛发的愿 就好像我们念佛 阿弥陀佛发的愿 阿弥陀佛要负责 我只负责念佛 其他的阿弥陀佛我负责 药师佛发十多大愿 所以我只负责拜餐 其他的药师佛要负责 因为我也拜了 我苹果也买了 我香也烧了 很多点是这样的观念 所以为什么 我自己生病不能拜 我请人来拜 有没有 常有啊 我请人帮我拜一步药师餐 生病了 我请谁来帮我拜一步药师餐 一步不够拜两步 两个人威德力不大 我请十个人 办一个药师餐饭会 帮我拜餐 你生病了 是你造的业 那么你请那一些没造业的人 来帮你餐会 那么你的业消除 而且还是药师佛保证的 你认为这个观念是佛教的吗 有可能吧 可是你不要笑大家都这样 你念佛的观念 我告诉你有些也是这样 我的生死是我造成的 可是我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会有生死 那么你就念佛 要阿弥陀佛保证 就是带你出轮回 有没有 那你给阿弥陀佛有什么好处 有了啦 你就念他拿到烧几支香 拿到苹果拜几颗给他 他吃吗 他闻吗 那你说我不管 这是你发愿你保证的你要做到 是这样吗 很多 很多佛 佛弟子是这样子的 愚痴不愚痴 可是这样的观念 却是多数人的观念 你看 其实我为什么这样说 因为我以前学佛也是这样的观念 也是这样的 遇到问题就送其不经回向 那没办法 自觉得送了没有感应 就是自己力量不大嘛 拿钱去请出家法师帮我送 我要捐几千块 然后有一些名目 我写个元清债主牌位 我说我点个灯 然后你天天送经帮我回向 然后我月账就消 那比较紧急啊 特别请几个法师 特别帮我拜一步参 做一个法会 来消我的业障 有没有 有啊 你认为这样有道理吗 多数的人认为这个是真的 多数的人认为这个是真的 你像佛教发展到这个样子 当时的波勒经也还没这样 但是已经要出来厘清了 所以我们多数的佛教徒都要有一个菩提心 为什么要发菩提心 你要知道 这样以后的众生很可怜 以后的众生是谁 如果你不清楚 你未来你还会再沦违 你就是那个很可怜的众生 你现在还清楚对不对 你现在比如说你现在听我知道 听我讲了之后 你知道原来不是这样子 但是 如果你没有努力发心 把这些观念不断不断的 让很多人知道 你还没得正见真上 还没得无声法的 你下次再轮回的时候 遇见的都是邪见的人 你还是跟着邪见跑 因为你还没正见真上 到时候你就是那个可怜的人 那佛法越来越双一般 你又不能不轮回 除非你不轮回 那你说我往生到极乐世界就好了 你又回到原来的观念 轮回是你自己造成的 但是不轮回 你却要阿弥陀佛给你保证 病是你自己造成的 你却要要死佛干离消除业障 消除这个病 只因为你受了几步 要死经 是不是 那如果这样 如果这样 就可以 那我们来学佛做什么 我们不用学佛 因为学佛很辛苦 我们只要求佛就好 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是不是 一样可以达到目的 这一些我们要好好想 然后知道了之后 诗 如理 这个叫做如理 有没有道理嘛 第一个就是如理嘛 想不清楚就专心想 把它想清楚 一次不清楚就常常想 就觉得如理是个专心想 那么你想清楚了 想清楚了之后 一知修想 文 诗 后面是什么 修 修才能正嘛 正才有功德嘛 这种东西是这样子的嘛 念佛也一样 念阿弥陀佛也一样 无量光无量寿 为什么有无量光 光是什么 智慧 为什么有无量寿 寿是什么 福报 福报从哪里来 从利益众生来 怎么样利益众生 大悲的利益众生 一样的道理啊 那你要怎么样念佛 你就天天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给你无量光无量寿 死了之后 带你到一个无量光无量寿的国土 没有 你念阿弥陀佛你要想 人家阿弥陀佛是怎么发心的 人家阿弥陀佛是怎么修行的 人家阿弥陀佛是怎么成就的 跟刚才我们念的一样 我要从阿弥陀佛的身上学什么 我们一开始念 本师释迦摩尼佛 我要从释迦佛的身上学到些什么 这个就回到学佛的宗旨 念经的宗旨 你念经 念经的宗旨 念经的理论 学佛 学佛的宗旨 学佛的理论 念佛 念佛的宗旨 念佛的理论 怎么念 念佛来做什么 念佛要做些什么 所以你看他还跟你讲敬业三辅 还要叫你发菩提心 这个往生的四个要点 发菩提心要修诸功德 一向专业 回向花愿 回向花愿 跟大悲心有关系 当然 也最重要的是 跟菩提心有关系 这个 这个是我们要 我们现在是佛教徒 那么要先 就是我们现在学佛的第一个要务 就是要确立正见 把很多观念弄清楚 弄清楚了 博学神问 如果不清楚 一定要把它弄清楚 弄清楚啊 不要只是 拿着香跟着人家拜 不要只是这样 不要只是听闻 谁念佛 产生什么感应 就心向往之 不要只是这样 而要知道 整个原理 整个方法 整个次第 不要只是去想 有什么功德 有什么功德 不要想 当然你要大概要知道 我念来做什么 那么 或是我学来做什么 你要知道 有些什么作用 功德就是作用 有些什么作用 那么这个要知道 知道了之后 确定了 我要这样做 要怎么做 要从哪里开始做 做到哪里 这个就是次第啊 这个就是方法的次第 一定要先确立正见 所以佛陀说法 四种正见 跟这些比丘说法 先确立 中道的正见 不苦不乐 方法 不苦不乐 心态不急不緩 当然跟伍比丘讲 先要讲 但是你以苦行来修行 这个不是方法 这个也不能得解脱 平白受苦而已 所以你的方法是错误的 你修行 修行以苦行 来作为修行的方法 要能得解脱 这个是不可能的 那么你要先 把错误的观念去掉 那么有正确的观念 你才能够一致修行 所以解脱 你要解脱 就是你要 你要见法 要成为圣者超凡入圣 断三解 身见借俊其淫 身见就是无我 这个后面再来说 你要正得无我 你要先确定 什么是生死的关键 我见 所以你要去除这个我见 就叫做无我 去除我见 叫做无我 无我并不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无我 不是哦 不是有一个我有一个无我 波罗经常还讲到这个 就好像 就好像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很脏 你并不是把脏的东西垃圾拿出去 把清净的东西拿进来 不是 而是你把所有脏的东西都清出去了 它就叫做清净 你把所有的我见都去除掉了 得到的就是无我的正见 其实是这样哦 那一样的道理 你要先确立正见 确立正见 要把那些错误的观念去掉 我们现在的佛教徒 很多错误的观念 就我们刚才讲的 念佛 诵经 拜参 都有很多错误的观念 那这些观念 有些也不一定没有效 世间的人所有的宗教都有它的感应 所有的宗教都有它的感应 感应是什么 你肚子饿 吃饿 吃了饭 它就饱 它也是感应 你口渴喝了水不渴 它也是感应 那么 不要只是着重于那些感官上的相应 而是要有法 法 智慧的相应 了解 理解佛法是什么 这个很重要 大家来念佛 当然好好的念佛 专心的念佛 但是也要清楚 你念的是阿弥陀佛 那么你要清楚 什么叫做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怎么发心 怎么修行 无量寿经为什么要讲阿弥陀佛的因地 让你学习用的 它不是让你嫉妒羡慕用的 让你参考用的 让你学习用的 那这个要知道 这个要知道 好 那 讲了这个之后 我们来讲 就是要抉责无我的圣神力 好 那 講到大制度論裡面 他這一部分在《波爾街》裡面反覆的強調 他提到當時的情形 他說大制度論建六 治論建六 他說阿比坦中說的阿比坦 阿比坦就是我們說的阿比達摩 那你會發現到大制度論裡面常常都引用這個東西 他是解釋摩後波羅波羅密經的 大制度論是解釋摩後波羅波羅密經 摩後波羅波羅密經就是 初期大聖裡面一個很代表性的經典 我們說當時佛沒有五百年 初期大聖興起 其實他就是基於這兩個原因 興起之後大概分成幾大類 比如說《華言經》是一類的 強調佛的殊聖佛的功德 菩薩的殊聖 菩提心的殊聖強調這種的 然後 波羅經是一類 那麼比較強調波羅波羅密智慧 尤其是 一切法無我的智慧 另外比如說淨土法門的 種種的淨土 射受這一些比較 比較雀諾 比較沒有信心的人 先讓他們增長信心 有好很多類的 好 那麼《魔後波羅波羅密經》 它是一個很當時代表性的經典 那麼這個人在當時是一直強調這種東西的 波羅就是智慧 波羅密是到彼岸 到成佛的彼岸 到解脫的彼岸 到聖者的彼岸 那《魔後》是大 波羅是智慧 波羅密是道彼岸 就是度 那麼解釋經的叫做論 《魔後波羅波羅密經》 解釋這個經的 解釋經的叫做論 所以就叫做大制度論 其實是這樣子 大制度裡面常常講到阿彼塔 其實就是 當時部派主要的說法 部派基本上都以阿彼達某 有時候叫做阿彼達某 阿彼達某原來 其實它原來是要了解佛法的聖身意的 後來慢慢就變成名相 解釋 解釋佛法的種種名相 自相共相 解釋 後來就變成繁瑣 繁瑣 就很多的名相 那麼 看起來好像越來越清楚 其實離佛法越來越遠 就變成這樣 所以 後來的阿彼達某就變成論的代表 也是當時 他們比較重論 比較重論 就變成阿彼達某 阿彼彈 就變成當時的主要佛法 變成當時的主要佛法 他說阿彼彈 中 說者 我們從這個 龍樹的說法裡面可以發現到 當時的佛教 為什麼會有新經 這樣的經典 為什麼會有玻璃經這樣的經典出現 為什麼要抉擇無我的聖聲音 他說阿彼彈中說 阿彼彈裡面說的 是 是阿彼彈藝人所做 解釋 阿彼彈藝人所做 是阿彼彈藝人所做 那些不敗的人說的 就是聲文學者說的 阿彼彈 阿彼彈藝人所做 他們看起來在解釋佛法 他實際上把佛法代理到 更偏失的地方 有一部分是這樣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如果這裡有圖書館 你去翻開那個大筆菩薩論 或是翻開那個法治論 六生理子論你拿來翻看看 然後基本上 你就算你只看得懂字 你不是看得懂裡面在說這是什麼 真的都會這樣 經還容易看 論就有時候不容易看 但是照理講論是在解釋經的 解釋就是看不懂的把它解釋讓你明白 但是你會發現 經過他這麼一解釋 我更不明白 以前我讀佛學院就是這樣 本來看清還看得懂 這個論一解釋下去 我反而看不懂 就反而複雜了 會有這種現象 那當然你一直在 一直在學 一直在學懂了很多的人 他就不會看不懂 但是一般的人是不容易看懂的 照理來講他是要讓你看得懂的 所以後來就是 佛法開始就是慢慢慢慢學術化 兩個極端 一個就是 研究佛法的走向學術化 一個就是 不研究佛法 那麼 只 重視以鬼 就是我們叫做重實踐的實行的 那麼變成什麼 明俗化 雍俗化 就是 宗教這一部分 就是 比如說 拜燦 送經這一部分 強調 就是強調修的 這部分變成雍俗化 跟外道一樣 那麼 就是跟一般的宗教一樣 強調要研究 如理思維的這一部分 慢慢變成學術化 越來越難懂 那宗教化這一部分就是越來越方便 慢慢慢慢佛法就整個偏掉了 我們現在的佛教也有一點點是這樣 有一點點是這樣 都是強調 你只要知道 你不用懂太多 你不用了解太多 你只要照著做 你就會有多大的功德 只要這樣講的 我告訴你 那個都是方便說 那你把方便當究竟 你終究不能得佛法的真實利益 而且很可能 越走越偏 越修越不行 可能就是這樣 那這個我們要知道 好 那他說 是阿彼坛一人所做 那個都是那一些人 那一些人說出來的 是一種法門 他說是一種法 是一種法門 我們就在大師父裡面講 《波羅經》的 解釋《波羅經》的一些觀念 然後來了解 為什麼會有《波羅經》 為什麼會有《心經》 《心經》主要是從《摩霍波羅波羅密經》 我們有給大家一份之下 這個可能要下一次再講 我們再來對照 他原來的意思是怎樣 他把它濃縮了 是一種法門 他說人不體其 世間人不了解 他的道理 他的意理 直以為實 執著以為是真實 直以為實 那麼他 他有舉例 比如說《彼婆沙宗》 就是《阿彼達摩》裡面的 如 如 他舉例 這個就是跟我們講 色不一共空不一色 這些一樣 如《彼婆沙宗》說 如《彼婆沙宗》說 《彼婆沙》就是論 《阿彼達摩》 《彼婆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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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這個就是當時的觀念 為什麼要講一切法空 《彼婆沙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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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就是所謂的 我們說的極為 也可以講是原子 最基本的元素 這種觀念是在佛面後 大家在探討 因為就分析什麼是色法 什麼是色法 那後來有 色受想形式 佛子講五運色受想形式 過去現在未來內外出息好醜遠近 這一切都不是真實的 那後來就開始分析 《彼達摩》就解釋了 佛受這個是什麼意思 色法是什麼 有哪幾種色 就開始研究研究 類似像這樣 但是說一切有不 他認為 一切法實有 雖然講一切法無我 但是這個一切法無我 是指五運無我 但是五運有色受想形式 色受想形式合有的 我是沒有的 但是 有色受想形式 色受想形式合有的 我是沒有的 但是色法本身 是有很多很多的 極為我們叫做元素 或叫做原子電子 反正就是最初的東西 合成合成的 這些是有的 這些不能沒有 那就變成 實有了 就可以叫做法有 我們回來看 很多人還不是很理解 什麼叫做 人空法空 什麼叫做 人無我法無我 那 這裡就在解釋 所謂的 我空 因為 《波羅經》重點在法空 因為人空是部派認同的嘛 大家共同的 但是法空就是 部派認為 法是不空的 法是實有的 法是有自信的 人 無我 無自信 但法有自信 所以性空是 自信空 一切法無自信 一切法空 其實是這樣的 他說為成 為成就是色法 色法的最小單位 就是物質 色法就是物質 那麼最小的單位 不可破 不可燒 為成自信 不可破 不可破就是不能再分析了 分到不能再分 分到不能再分 然後 科學家現在也是在這樣 一直一直在研究 越研究越細 越研究越細 不可破 不可燒 就是你不能破壞它 也不能再分析它 它就是一個實質的存在 真實的存在喔 這個是法有的概念 這個只是色法 色受想形式 依法 乃至於 我們後面講的 緣起 無名形式 名色到老史 後面這裡也有引用 就是 武運 十二處 然後緣起 乃至涅槃 這裡都有引用 因為它是解釋的嘛 那你看喔 不可破不可燒 四則常有 這個就是法有的概念 類似像什麼呢 比如說一台汽車好了 一台汽車假設有一萬個零件 從四個輪胎 然後引擎 把它拆掉 你可以把它分 真正的汽車是由這些零件組合合成的 所以零件 汽車其實是不存在的 因為你拆掉就沒有汽車項 沒有汽車這個功能 你把一個零件拆掉 但是 零件是有的 零件是有的 但汽車 關於汽車這個是沒有的 汽車是由零件組合而有的 把它拆掉零件就只剩下零件 沒有汽車 所以汽車只是零件組合暫時 存在的假象而已 那因為這些存在有它的功能 那我也是這樣 類似像這樣有這些功能 但是 每一個汽車包括汽油 都是有的 如果這一些 這一些如果沒有 那是不可能的 就是這一些一一 能夠讓汽車發動 能夠讓它開能夠怎樣的 包括汽油包括零件包括這些種種輪胎 組合成一個汽車 那麼拆掉了就沒有汽車 沒有汽車的像也沒有汽車的功用 沒有 但是拆掉了這一些是不能沒有的 那射受想形式也是這樣 那麼 射受想形式設法也是很多的極為和合而有的 那麼包括我們會受苦都有一個苦法 會得涅槃有一個涅槃法 類似像這樣 那麼 這個是當時受益卻有部的一個觀念 你就知道佛法後來 研究研究研究到變成這個樣子 那麼有一些人認為 多數人認為這樣都是對的 就好像現在多數人認為 宋經可以消業障 那麼 宋藥救經可以除病 宋地藏經可以超渡祖先 宋阿彌陀經可以往生淨土 很多人都是這麼認為 就是認為變成 就是這樣的觀念就變成大家都這樣認為 那當時認為 一切法有的觀念 幾乎是 當時多數佛教界 共識 部派 而且說一切有部 其他的說一切有部是最大部派 人才最多 研究的最多 但是 其他的部派也是這麼認為 只是 彼此認為的不一樣 比如說說一切有部他是認為 過去 現在 未來 三世都是實有的 法 等一下後面這裡會有講 他是實有的 那有一些部派認為 過去跟未來不是實有的 只有現在 現在 現在才是實有的 過去是因為現在 未來是因為現在 觀念不太一樣而已 但是 都強調 一切法實有 不可破 不可壞 事則常有 常有就是什麼 實有 真實有 我們來記得 真實有的底下 有三個概念 真實的底下有三個概念 這個上次我們也有說到 恆常獨一自主 不可破 不可壞 恆常獨一 他不能再分析了 他就是一個整體 他就是一個主體 而且他不會改變 他一直是這樣 獨一自主 那這個是講到我 那 再來看 他說 世者常有 富有三世法 你看這個就是說一切有不的概念 富有三世法 過去 現在 未來 也是真實有 真的有過去 真的有現在 真的有未來 那我們說 以前還不會有這種觀念 不過現在 現在有一種說法 叫做平行時空的概念 就是 你可能透過一種什麼機制回到過去 可以找到過去的你 回到 就是 回到過去五十年 很多 很多都是在強調這種觀念 有一些電影戲劇也會用這樣的 你回到過去 或你回到未來 經過那種時空機器 那你會看到過去的 過去的場景 那有些要回到過去改變一些東西 或回到未來要改變一些東西 要得到一些什麼東西 有這樣的 那這個就表示說 你現在的你 跟過去的你 跟未來的你 是同時存在的 也是有這樣的觀念 過去 現在 未來 那你說這個是 這個是真的嗎 當時的人認為 過去 現在 未來 比如說三世時有 就是這些法在三世中 在過去 在現在 在未來 就是同時存在的 是同時存在的 富有三世中法 我們為什麼講這一些 因為這個跟《波爾經》 有很大的關係 我們現在理解的新經是 《摩核波爾波爾明經》的精華 那《摩核波爾波爾明經》 就是當時《波爾經》 算是比較完整的代表的經典 那新經是可以說是濃縮 《波爾經》的精華 所以為什麼會有《波爾經》出現 為什麼會有新經 新經為什麼要這麼講 我們要理解這些東西 就好像 我們一概念的觀念就是 從現象背後找它的原因 就好像我剛才跟大家講 我們為什麼要念阿彌陀佛 你要知道阿彌陀佛是什麼 阿彌陀佛是在什麼時候 在哪裡 因什麼成佛的 你要找它那個因 苦即滅道 苦是一種結果 你要知道苦因是什麼 涅槃滅 是一種結果 你要知道怎麼正得涅槃 要依什麼得涅槃 依道 道是什麼 八正道 中道 這個你要知道阿 現在用這種觀念 我們要知道 我們現在在讀《波爾經》 《新經》是《波爾經》的精華 是模仿《波爾、波爾密經》的精華 有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看一下好了 我們現在順便看一下 這個到時候再來解釋 但是可以看一下 新清楚楚的經文對照 第一個 觀之在菩薩行身般若 這個其實也可以找得到 下次再寫給大家 不過最重要的是這兩段 因為 他講 社不一公空不一社 其實來自於《波爾經》的習印品 習相印品 就是 菩薩到底要怎麼修寫 要怎麼樣抉擇無我的聖身力 講這個 它其實有兩段文 都跟這個一樣 沒有沒有這個是 後面 後面以無所得故 菩提薩多 這個要開始講這個 以無所得 一直到 能處一切苦真實不虛 這個其實有兩段 兩段文都一樣 一個是勸辭品 一個是大明品 這兩段文的內容 其實跟 這個以無所得故到 能處一切苦 是大明座 無上座 無等等座 能處於真實不虛 差不多 兩段文差不多都是 就是 跟這個 這個寫的是差不多的 另外 另外 就是來自於這個 另外你看 這個後面的 座就是後來加上去的 其實跟波羅經沒有關係的 但是後面的人把他加上去 他來自於這個 陀羅尼吉經 那麼有一個大心座 一個小心座 我們用的是大心座 是這樣的 原來的波羅經是沒有這個座的 原來 因為他這個是 新經是濃縮至 波羅經的 就是 摩霍波羅波羅密經的 那摩霍波羅波羅密經的原來 並沒有這個座 並沒有 那只是講到 就是濃縮只是講到這裡而已 這個座是後面加上去的 對於相應與其他的 好 那這個其實就是 他來自於 摩霍波羅波羅密經 就是新經是來自於 新經這樣說 其實是濃縮至摩霍波羅波羅密經 那我們就要講 那摩霍波羅波羅密經為什麼要這樣說 其實是要說明這個 這個就是一種習慣 我們看到一個現象 一定要了解這個現象 背後的原理是什麼 我們讀這一部經 一定要了解這部經裡面的宗旨 然後他的內涵 他的修行之地就是你要了解 這個就是一種習慣 包括我們現在 我們現在在研究新經 我們要知道新經從哪裡來 念阿彌陀佛要知道 阿彌陀佛從哪裡來 一樣的道理呀 怎麼樣 阿彌陀佛是代表什麼 阿彌陀佛是怎麼修行 阿彌陀佛成就了什麼 他為什麼要這樣成就 為什麼要這樣修行 他啟發了我們什麼 他教會了我們什麼 一樣要這樣 新經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們就知道新經來自於波羅經 來自於摩霍波羅波羅密經 那我們就要問 那摩霍波羅波羅密經為什麼要這樣說 包括釋迦摩尼佛為什麼要講四種政見 釋迦摩尼佛為什麼要講無我 這個我們之前有講過嘛 因為當時的環境六思外道嘛 那所以要回頭過去看 釋迦摩尼佛講無我 講無印無我 講無我 那什麼是我 什麼是無我 這個我們前面就有講過了嘛 這個就是我們的思考習慣 最大的作用不是告訴你 不是告訴你答案是什麼 而是告訴你怎麼樣能夠獲得答案 這個是最重要的 就學習 學習最重要的是 教會你思考 不是直接給你答案 而是告訴你 你從哪裡可以找到答案 一樣 修行最重要的不是誰可以給我功德 而是 他告訴你怎麼樣獲得這樣的功德 誰可以消除我的業障 念什麼經念什麼咒可以消除我業障 念什麼佛 可以讓我離苦得了 重點不是這樣 重點是 這個經告訴你怎麼樣消除業障 怎麼樣得到殊勝功德 這個佛告訴你怎麼修行 怎麼引導你修行 怎麼啟發你修行 不管是佛菩薩 都一樣 不管你是念 彌陀法門 觀音法門 地藏法門 要施法門 不管你是 依哪一個佛 哪一個菩薩 修什麼法門 都是這樣 他不是直接給你什麼 而是我們從他的身上 看到什麼 我們要怎麼學習 他怎麼啟發你 怎麼教導你 怎麼引導你 所以佛是什麼 導師嗎 三界的導師嗎 人天的導師嗎 這個要清楚 很多人不清楚這個觀念 總是想著佛 總是把佛菩薩看作是神 那麼對你特別觀愛的神 那麼你念他 你拜他 天天把他的經念過幾遍 把他的名字念過幾遍 燒幾隻香拜幾個水果 那麼你就可以得到功德 錯誤 如果你現在還這樣在修行 你就叫做愚痴不行 愚痴無穩凡夫 就算你有一些感應 我告訴你那個也不是真的感應 你要好好清楚這些東西啊 我為什麼要常常講這個 很多人不明白啊 要常常提醒 常常提醒 這個很重要啊 好 那你看喔 富有三 現在我要講說為什麼我們要 引大智對論裡面的說法 我們剛才講嘛 心經在講些什麼 他為什麼這麼講 我們要把他的出處 就是說他為什麼這麼說 他是 後來我們透過這個 透過這個比對 透過這個比對 我們就知道 他原來是 他原來是 這個 摩託波羅波羅密經的濃縮版 就好像阿彌陀經是無量壽經的小本 濃縮版一樣啊 那麼你就要知道 那摩託波羅密經會講些什麼 他為什麼要這麼講 那麼解釋最清楚的 最權威的就是 他比較能夠說清楚的就是龍術菩薩 大制度論 而且還好大制度論 九末龍史有放過來 而且只有在 只有在北傳有而已 其他都沒有 北傳有三部大經大論 其他的南傳藏傳都沒有 南傳當然沒有大聖的 大制度論 與且失地論 大彼菩薩論 那麼這個內容都非常豐富 那麼特別大制度論 抉擇無我的聖聖地 顯發菩薩的廣大行 講得非常清楚 他在講 所以我們要引龍術菩薩來講 就波羅密經 為什麼要講這些 無治以無德 這些一些德 那為什麼沒有治沒有德 為什麼沒有涅槃 為什麼沒有緣起 不是沒有 那個是法無我的概念 那我們透過這一些 大制度論解釋 我們會更了解 什麼是良無我 什麼是法無我 問題 目的在這裡 那麼富有三世宗法 他說未來宗出至現在 未來宗出至現在 從現在路過去 從現在路過去 無所思 事者為常 這個就是一般說的所謂三世宗有法體恒存 那麼 如是等 種種說 後面有講 他說如是等種種說 又有講 如是等種種說 就是阿比坦裡面說的這一些法有的概念 如是等 種種說 種種法有的概念 種種義說 你看喔 違背佛語 你看喔 違背佛語 不得以此為政 我們說 他有偏差就是這樣 當時認為 波羅經不是龍樹寫的喔 不是喔 波羅經是當時那些佛教徒 那麼看到 佛法的解釋已經偏差 那麼出來努力 我們說抉擇無我的生生命 我們說佛法有三個嘛 當然有很多種 不過主要 我常常是這樣講 以身口義來講 佛所政法 佛所政的元起中道 四弟無我 核心嗎 那麼佛所政法 主要我們說無我 以波羅經來講 無我就是中道 無我就是元起 無我 是四弟 中道就是四弟 元起就是四弟 佛所政法 從中出教 這個是他所 所政的 那麼 佛在普及處下政得什麼 就政得元起 就政得中道 就政得四弟 就政得無我 所以他第一個 先跟吳比丘講的 也是講中道四弟 元起無我 也是這樣 那喬前儒也是依這樣得解脫的 那麼 從中出教 就變成有佛所說法 那麼 再往前推 那佛為什麼可以政得這一些 那麼就有所謂的佛所刑法 佛到底是怎麼政得解脫的 怎麼政得無我的 為什麼其他人沒有辦法政得 為什麼他的兩個老師 他之前還沒成佛以前 有跟兩個老師修禪定 然後再跟一些人修苦行 為什麼這些人也這麼用功 也這麼有信心為什麼他們不能 成佛 為什麼釋迦佛可以成佛 就這樣再去推 那麼 現象的背後 有他的理由 就要養成這種習慣 要去看到現象背後的原理 你要養成這個兩個人吵架 你不要只是看他們在吵些什麼 你還要從他們吵些什麼了解 他們為什麼會這樣說 會這樣生氣 背後有哪些什麼理由 不是當下 當下的理由 只是現象表現出來的其中而已 你要深入去了解 為什麼會這樣 包括 包括我們為什麼會有生死 我們為什麼會有這種煩惱 包括這個人為什麼對我 對我 這樣 這樣態度 我告訴你所有的現象背後 都有他叫做 因叫做緣起 對就是所有的背後都有他的因緣 我們叫因緣果報 果是一種現象 背後都有他因緣 你要養成這種習慣 養成看到 背後的因緣 這個就是 緣起 要時常觀這個緣起 緣起不是你天天坐在那邊 浮明緣行行緣事事緣明社 念著幾遍 跟你念經一樣 不是這樣 你要把它用在日常生活裡面就是 每一個現象好跟不好的現象 通常比較執著的是好跟不好 引起貪心的跟引起稱心的 如意跟不如意 可意不可意的 你看 一樣 可意不可意 如意不如意 你歡喜不歡喜的 如你的意不如你的意的 可意不可意的 你都要去觀察 通常都會先從不可意的去觀察 可意的有時候不容易 但是他有時候不一定 他有時候會產生過患 有些不會 所以佛法通常都是從稱恨心 先對峙 然後再對峙貪心 稱恨心的過患比較大 包括 他從兩個方面 一個 環境或是人 讓我起稱恨心 那麼我要去探討為什麼這樣的人 會來傷害我 或是這樣的人會這樣來說我 讓我起稱恨心 這是一個 第二個 我為什麼會因為這樣的人 這樣的事 這樣的環境而起稱恨心 因為你起稱恨心是一種現象嘛 這個就是我們講的什麼 言耳鼻舌身異色身相異觸法 你去觀照他 那心經不是 無言耳鼻舌身異色身相異觸法 他不是這樣唸就沒有了 不是 你要去觀照他 那觀照要如理 就是要從緣起 無自信的這個角度去觀照 所以他最後總結 無所得嘛 無所得的意思就是 不止於切法 不住於切法 也是金剛經講的離向無助 不住色身相異觸法 也是一樣這樣啊 那我們今天比如說我們聽完了心經 我們為什麼要聽心經 那我們聽完了心經 對我們有些什麼樣的作用 一樣的就是這樣啊 你要了解心經就是在講 講人怎麼樣從煩到聖 怎麼樣讓你得到智慧 有智慧就不起煩惱嘛 沒有煩惱就不照業嘛 不照業就不敢照生死嘛 就算有也沒那麼嚴重 不會照三二道的業嘛 所以你 你現在 依這個 我現在要教我跟大家講就是要 不是跟你講 不是跟你講 喔這要講些什麼這樣就好了 不是的 而是 你要養成一種 如理思維的習慣 你磨 不管是什麼現象 你看這個也是一樣啊 不管是什麼現象 都從這個現象的背後 去了解他之所以如此的原因 就好像我跟大家講 波羅經為什麼要這樣說 佛為什麼要這樣說 心經為什麼要這樣說 我們都去了解他 那叫他變成那種習慣 包括 今天不是龍樹菩薩怎麼說 而是今天我回去 我的太太怎麼跟我說 我的兒子怎麼跟我說 我的先生怎麼跟我說 我的鄰居 我的隔壁鄰居怎麼跟我說 我的同事怎麼跟我說 我高興 或不高興 我喜歡不喜歡 那你去了解他為什麼要這樣說 那我有什麼反應 我為什麼會起這個反應 你細細的去想 努力的就是專心的去看思維 那麼你就會想出一個道理出來 而且 他會讓你在這個境界裡面 無有愛證 如果你真的看到了 你不會起愛起證 好的 你不會貪子 你就是你不直取 叫做無所得 你不住色 不住身香味觸法 不住眼 不住耳鼻舌神力 就是金剛經講的 無言耳鼻舌神力 無色身香味觸法 你就慢慢慢慢 你就能夠從 這些煩惱的束縛裡面 得到什麼 得到解脫 所以這個是我們學習佛法最主要的 因為所有的眾生最大的毛病就在直取 直取裡面 最初的就是直取境界 最根本的就是什麼 直取我 就是這樣啊 我 就是根塵式和耳深處 處去受降師 有苦有樂 有受 執著那個熱受 那個苦受 所以 他叫你 佛法其實是叫你從現象裡面 處理出來 然後 你先要不直取 你直取 你一直取就沒辦法處理嘛 然後 你要怎麼樣能夠 不直取 你就是好好的 觀察 好好的思維 理解這種現象背後的原因 導致於這種現象 真正的原理是什麼 那你 處理這種現象 必須要怎麼做 你才可以處理 其實是這樣 那這裡講到 我們下次還會再引用 就是先 多聞 理解 大概知道 波羅經關於這一類的很多 理解過我們不會全部引用 我們只引用幾部重要的 五韻 十二粗 然後 緣起 類似像這幾個 然後它裡面會講 什麼是人無我的觀念 什麼是法無我的觀念 然後你在 你聽了之後 記起來 稍微知道 然後再回頭來看 波羅經 那你 你就會更清 不是 再回頭來看新經 你就會更清楚 後來慢慢慢慢 你這樣貫通久了之後 你以後 不管看什麼經 看什麼論 你都會有這樣的觸角思維 你就越來越有智慧 真的 你就比較能夠貫通 你不用背很多東西 你看到經文你就知道這個是怎樣 這個是怎樣 你不用認識很多人 但是你看到這個人的現象之下你就知道他背後是怎樣 真的 那這個是對我們很有幫助的 真的是會讓你充滿智慧 那因為時間到 我們現在就先講 這個 所以他說 他說 如是種種意說 那麼違背佛語 重點在這裡 那這個智慧是 所謂的 所謂的 到不派時代他已經把佛法 我們說最重要就是我 最重要就是我 這個無我的說法 那麼已經有所謂的人無我 人還是無我保持著無我 但是法有我 那麼我就是自信 所以信空為什麼 為什麼無所得叫做信空會 信就是自信 空就是無自信 其實是這樣 你灌起來你就知道 他原來是這樣 那麼你 再來看其他的景點再來看新經甚至看伯仁經 很多東西你都會 豁然得解 一目了然貫通 那麼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多數的人沒有這樣來學習過佛法 所以有時候 有一些隔閡但是沒關係 多聽幾次 多想幾次 那麼你慢慢慢慢 就會豁然開朗 真的 你要相信 那麼有一些人過去有數字會 甚至 可能 還能夠超越我的理解 有可能的 真的 並不是先學的人就先到達終點 不一定 不一定 佛地子裡面 有些學了很久也才出國 有些都沒證國 有些剛學不久就證實國 那跟你的數字會有關係 那就算數字沒有這一次休息 未來你就會有 所以我們這一生已經要好好的 修學佛法養成良好的思維習慣 好 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仍然 要把《波勒經》大制度的裡面 《波勒經》 就是 解釋的 講《波勒經》為什麼要這樣講的這一些 那麼大家來 理解一下 大家合掌回向 願以此功德 普及於一切 我等於眾生 皆共成佛道 我等於眾生